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名叫凤凰村的地方 生活着一群朴实的村民 村里有个少女名叫婉儿 她聪明伶俐 美丽动人 是村里所有年轻人的梦中情人 然而 婉儿的命运却在一天之内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天 村口突然来了个衣衫蓝绿的傻乞丐 她傻里傻气 逢人便笑 看起来傻乎乎的 村民们见了她都避之不及 生怕她弄脏了自家的门楣 可是婉儿却对这个傻乞丐心生怜悯 她经常偷偷拿些食物给她吃 还帮她逢补破旧的衣裳 渐渐地 傻乞丐对婉儿产生了依赖 她总是跟在婉儿的身后 像一个忠实的守护者 婉儿的父母健壮 心中十分不悦 他们觉得这样一个傻乞丐 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于是 他们开始限制婉儿与傻乞丐的接触 甚至威胁说 要将她许配给村里的父母 婉儿心中痛苦不已 她知道自己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 可是她又舍不得傻乞丐 就在她左右为难之际 傻乞丐突然消失了 婉儿四处寻找 却怎么也找不到她的踪影 几天后 村里突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婉儿要嫁给那个傻乞丐 这个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 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村民们纷纷议论纷纷 都觉得婉儿一定是疯了 怎么会看上这样一个傻乞丐呢 婉儿的父母也极力反对这门婚事 可是婉儿却像变了个人似的 他坚定地表示自己要嫁给傻乞丐 还说这是他的宿命 村民们健壮 都摇头叹息 觉得婉儿是中了血了 就这样婉儿在一片嘲笑和议论声中 嫁给了傻乞丐 婚礼当天 村里几乎没有人来祝贺 只有几个好心的邻居 送来了些简单的贺礼 婉儿看着空荡荡的屋子 心中却没有一丝悔意 新婚之夜 婉儿坐在床边 等待着傻乞丐的到来 不一会儿 傻乞丐傻笑着走了进来 他看起来还是那么憨厚可爱 婉儿看着他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感 他轻轻握住傻乞丐的手 柔声道 夫君 从今以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傻乞丐虽然傻 但他能感受到婉儿的温柔和善意 他傻傻地笑着 用力点了点头 就这样 一对新人在这个简陋的小屋里 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 然而 就在婉儿嫁给傻乞丐的第三天 村里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 那天清晨 村民们发现 村口的那座古老的石桥 竟然一夜之间崩塌了 这座石桥 是村民们进出村子的必经之路 如今崩塌了 村民们只能绕道而行 十分不便 更奇怪的是 石桥崩塌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 洞穴里散发出一股奇异的光芒 村民们好奇地凑近一看 只见洞穴里竟然堆满了金银珠宝 这些珠宝璀璨夺目 价值连城 足以让整个村子都过上富裕的生活 村民们惊喜交加 纷纷跳进洞穴抢夺珠宝 然而就在他们贪婪的简石珠宝时 洞穴里突然传出一阵阴森的笑声 笑声中充满了恶意和嘲讽 让村民们感到一阵心悸 紧接着 洞穴里冒出一股黑烟 黑烟中现出一个个猙獰的鬼怪模样 这些鬼怪张牙舞爪 向村民们扑去 村民们吓得魂飞魄散 四处逃窜 可是鬼怪们却紧追不舍 将它们一个个捉住 拖进了洞穴里 不一会儿 洞穴里传来了阵阵惨叫声和求饶声 村民们这才意识到 原来这些珠宝是鬼怪们设下的陷阱 他们为了抢夺珠宝 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婉儿在家中听到了外面的动静 他心中一动 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急忙跑出屋子 只见村口已经乱作一团 村民们惊恐地四处逃窜 婉儿大声喊道 大家不要慌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村民们闻言 纷纷纷停下脚步 惊讶地看着婉儿 婉儿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那个傻乞丐并不是真的傻 他其实是天上的神仙下凡 来历练人间的苦难 而婉儿则是他选定的妻子 帮助他完成这次历练 石桥崩塌和洞穴里的珠宝 都是傻乞丐为了惩罚那些贪婪的村民 而设下的陷阱 他早就看出村民们的贪婪和自私 于是用这种方式来教训他们 而那些鬼怪 则是傻乞丐召唤来的天兵天将 负责捉拿那些贪婪的村民 村民们听完婉儿的解释 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他们这才明白 原来自己一直以来的贪婪和自私 竟然引来了这样的灾难 他们纷纷向婉儿和傻乞丐道歉 并表示以后一定会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 傻乞丐健壮 微微一笑 他挥了挥手 那些被捉拿的村民 纷纷从洞穴里被放了出来 他们虽然狼狈不堪 但却感到一阵轻松 傻乞丐又轻轻一挥手 那些金银珠宝便化作一道金光 消失得无影无踪 村民们看着眼前的变化 无不惊叹傻乞丐的神通广大 他们纷纷向傻乞丐和婉儿磕头致血 表示今后一定会改过自新 不再贪婪自私 傻乞丐微笑着点了点头 他拉起婉儿的手转身向村外走去 村民们目送着他们的背影 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敬意 从此以后 凤凰村的村民们变得勤劳善良 互帮互助 过上了和谐安宁的生活 而婉儿和傻乞丐 也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 然而 就在凤凰村恢复平静后不久 又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 那天 婉儿和傻乞丐正在家中闲聊 突然听到村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婉儿好奇地走出屋子 只见一群骑着高头大马的陌生人 闯进了村子 这些陌生人穿着华丽的衣裳 脸上戴着傲慢的表情 他们一进村 就开始四处张望 似乎在寻找什么 婉儿心中一紧 他直觉到这些人来者不善 果然 不一会儿 那些陌生人就找到了婉儿和傻乞丐的家 他们下马走进屋子 将婉儿和傻乞丐团团围住 领头的陌生人上下打亮着婉儿和傻乞丐 眼中闪过一丝贪婪的光芒 他开口道 听说你们这里有位神仙下凡 还藏有大量的金银珠宝 我们特地来取 识相的就快点交出来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婉儿闻言 心中一惊 他没想到 这些陌生人竟然是为了傻乞丐的身份和珠宝而来 他看了一眼傻乞丐 只见他面色平静 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人的威胁 婉儿心中有了主意 他故意装出害怕的样子 颤声道 那些珠宝早就被我们藏起来了 你们找不到的 而且 我夫君他真的有神通 你们要是惹怒了他 后果不堪设想 那些陌生人听了婉儿的话 互相看了看 眼中闪过一丝犹豫 领头的陌生人沉吟片刻 开口道 好 我们就相信你一次 你们把珠宝交出来 我们就放过你们 婉儿点了点头 假装思考片刻 然后道 珠宝藏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 只有我和夫君知道 你们跟我来 我带你们去取 那些陌生人文言大喜 纷纷跟着婉儿走出了屋子 傻乞丐也默默地跟在婉儿的身后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脚匣的光芒 婉儿带着那些陌生人 来到了村外的一座山脚下 他指着山上的一个洞穴道 珠宝就藏在这个洞穴里 但是洞穴里有机关 只有我和夫君才能安全进入 那些陌生人迫不及待地 想要得到珠宝 纷纷表示愿意相信婉儿 于是婉儿和傻乞丐 带着他们走进了洞穴 洞穴里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婉儿故意放慢脚步 让那些人跟在他身后 他悄悄地摸出一块石头 暗中握在手中 突然 他猛地转身 将手中的石头 向身后砸去 只听一声惨叫 一个陌生人应声倒地 婉儿趁机拉着傻乞丐 向洞穴深处跑去 那些陌生人 被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了一跳 他们纷纷拔出刀剑 追向婉儿和傻乞丐 然而 洞穴里地形复杂 婉儿和傻乞丐 又熟悉地形 他们左拐右拐 很快就将那些陌生人 甩得没了踪影 婉儿和傻乞丐跑出洞穴 回到了村子里 他们发现 那些陌生人 已经不见了踪影 显然是放弃了寻找珠宝 婉儿松了一口气 他感激地 看着傻乞丐道 夫君 谢谢你救了我 傻乞丐微微一笑 道 你是我的妻子 我自然会保护你 不过 这些人似乎并不简单 他们背后 可能还有更大的势力 我们要小心防范才是 婉儿点了点头 他心中明白 傻乞丐的话 他决定 要更加小心谨慎 保护好自己 和傻乞丐的安全 然而 就在婉儿和傻乞丐 以为危机 已经过去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件 更加离奇的事情 那天夜晚 婉儿和傻乞丐 正在家中休息 突然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婉儿打开门一看 只见一个陌生的黑衣人 站在门外 黑衣人低声道 我是奉主人之命 来找你们的 主人对你们手中的珠宝 和傻乞丐的身份 很感兴趣 想要请你们去见他一面 婉儿心中一紧 他知道 这个黑衣人所说的主人 一定是个更加危险的人物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道 我们凭什么要去见他 如果他想要珠宝 和傻乞丐的身份 就让他自己来找我们吧 黑衣人文言 眼中闪过一丝寒意 他冷冷地道 你们最好识相点 否则后果自负 说完 他转身离去 消失在了夜色中 婉儿关上门 心中忐忑不安 他知道这次的事情 比之前的更加棘手 他必须小心应对才行 然而 就在婉儿和傻乞丐 商量对策的时候 他们却发现了一件 更加离奇的事情 傻乞丐的身份 似乎并不简单 他身上的秘密 远比他们想象 清朝初年 有一个男子名叫看青 今年29岁 原本也是从小苦读的念书人 最终却一无所获 同乡友人 在京城做些小生意赚了钱 看青便跟着他 一起来到京城闯荡 这看青虽然读书一般 但经商的头脑还可以 短短几年的时间 变发了点小财 当然与真正的大财主相比 还是不值一提 但对比过去 那是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看青从小长在乡下 老家也娶了一个妻子 还居住在一所破败的草房之内 所以看青一直以来就有一个住宽敞大房的梦 如今手头有了一些钱 买地盖房的心思又蠢蠢欲动了 城里是不用想了 好地段住的人是非富即贵 甚至有些地方并不是你有钱就能住的 差的地段呢 又是乱糟糟的鱼龙混杂之所 实在没法住 这时候有人给看青介绍了京郊一处宅子 原本是一个大财主的别院 所以宅子虽不太大 但建得非常考究 里面的陈设也很讲究 关键是价格不贵 可以说是白菜价 看青当然清楚 价格过低肯定是有原因的 但有人怂恿他去看一看 买不买令说 看青拗不过 只能挑选一个晴朗的天气 全当初成踏青 顺便看看这宅子到底怎么样 来到这宅子的时候 一个老头在门前等着自己 看着岁数不小了 老头自称黄六儿 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 他介绍这所宅子的历史 说是原来的主人姓黄 他在黄家当差的时候 已经是五十多年前了 他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突然有一天 黄家老爷 大太太 二太太一夜之前全部消失了 下人们就散了 据他了解 当年黄家的人除了自己之外 其他人全部已经去世了 看青很奇怪 消失了 什么叫消失了 这个词本身就透着一点诡异 人们平时很少用到它 尤其说起人的时候 死走逃亡是最常见的词汇 消失了是什么意思 他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看青黑黑笑着说 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反正黄家一夜之间没有人了 黄家就败了 说着 黄六儿推开了客厅的门 扬起一阵巨大的灰尘 看青盲掩住口鼻 等了好一会儿灰尘落下 客厅整个呈现在看青的眼中 墙上的书法字画挂得很好 地上的桌椅板凳摆放整齐 甚至桌上的茶碗还在 就像主人刚刚离去似的 看青非常惊奇 接下来的一幕一幕 好像在验证消失这个词一样 所有的房间内的摆设都是如此 物品丝毫不乱 要不是积着厚厚的尘土 好像随时都可以坐下会客 用餐 看书 就没人偷 一直是你在看着 看青非常惊奇地问道 黄六儿笑道 我一个下人 怎么敢住这么大的宅子 头几年是常来看看 打扫一下卫生 心里想着 万一哪天黄老爷回来了呢 后来时间长了 我也娶妻生子 另谋了差事 便不常来了 我也奇怪 已经五十多年 竟没有一个透光顾 看青道 看来这黄老爷一定是个善人 黄六儿只是一个劲儿的笑而已 最后看青同意买下这所宅子 因为价钱跟白送一样 房子建得确实很好 就是房里挂的字画 摆的玉器都只回了银子 拿到银子的时候 黄六儿还抹了抹眼泪 每个房间都进去看了看 摸了摸 一衣不舍地道 黄老爷 黄六儿老了 实在看不住了 您要试回来了 千万别怪罪我 看青听着 眼睛也有点湿润 能遇到这样一个 有情有义的下人 真是黄家的姓氏 临走的时候 黄六儿拿着一个木头小锤子 特意跟看青说 看爷 我拿个小物件留个念想 这不值钱的 看青忙道 自便自便 您再挑几呀 黄六儿又是鞠躬 又是抱拳的 什么也没拿 转身颤巍巍地走了 黄六儿的身影消失了 看青又回宅子里转了一圈 本来他想雇人来打扫一下 可是他突然冒出一个新的想法 整所宅子的时间 好像暂停了一样 自己为何不好好看 一看呢 看看原来的主人 在暂停的那一刻都在干什么 看青为这个想法感到兴奋 原来的主人将他的生活展示给自己看 自己为何不好好感受一下呢 他决定 今晚就住进来 然后尽量不改变原来的陈设 让自己细细地体会一下 五十年的岁月留痕 看青还保持着读书的习惯 所以他利用一下午的时间 将书房打扫出一个角落 足够自己睡觉的就行了 打扫完已经是晚上了 肚子饿得咕咕叫 却没有吃的 他去厨房烧了点水 家里有泡澡的木桶 不吃饭就泡个澡吧 让自己放松一下 折腾下来已经到了深夜 看青鞋躺在榻上 面前放着一本书 却根本看不进去 这种感觉太奇妙了 好像有人随时会进来似的 那就什么都不做 慢慢体会这种感觉吧 就这么胡思乱想 一天的疲劳慢慢袭来 看青就这么斜躺着睡着了 突然间 他被什么声音惊醒了 原来天上下起了雨来 蜡烛不知什么时候 被风吹灭了 一个人静静地听雨 别有一番滋味 他翻个身 想在雨声中睡去 突然听到雨声中 有一个奇怪的声音 看青睁开眼睛 侧耳细听 除了雨声 什么声音都没有 这么一折腾 翻法而精神了 看青便一直这么坐着听雨 突然 那个声音又响起了 像猫叫 又不像 是人吗 想到这看青身上打了一个冷战 这野外荒宅的雨夜 有人声 是挺吓人的 看青只能竖着耳朵 继续听 突然又响起了一声 这回他可听清楚了 是一个小孩在叫 爸爸 看青浑身一击灵 他突然想起 皇家消失的事 配合雨夜同声 实在是太可怕了 不过他还算冷静 刚才他已经听出来 声音 似乎是从隔壁传来的 害怕是没用的 应该去查一查 声音的来源 也许只是一只野猫呢 看青点起 蜡烛下了地 走到书房外面 站在屋檐下 向隔壁望去 隔壁是主卧室 肯定是皇家主人 休息的地方 此时屋内一片黑暗 根本不像有人的样子 看青壮起胆子走了过去 在门前深呼吸了一下 然后推开了门 黑暗中的卧室内 跟白天一模一样 当然没有任何人的影子 看来还是自己疑神疑鬼了 住在这荒了多年的大宅里 或许自己的内心有些不安 这很正常吧 看青想着回到了书房 当天晚上再没什么古怪的事情发生 看青也再无睡意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看青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 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简单洗漱看一番 看青又来到卧房之内 卧房的陈设非常简单 整个转了一圈 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要说印象比较深的物品 那就是床头摆放了一个木头做的娃娃 手工制作 并不精细 甚至有些丑 看青觉得 昨天的声音很像一个孩子的声音 难道是这个娃娃在作怪 当然也就是想一想 根本没有证据 能够证明自己的猜测 接下来的几天 恢复了正常 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看青有些淡忘了 依然每天住在大宅子里 挨个房间细看 看主人在读什么书 猜测女主人在吃什么点心 她很享受这种感觉 这天晚上 看青一边喝着茶 一边读书 突然四周黑了下来 蜡烛并没有熄灭 是一种诡异的黑 世界好像变成了黑白的 看青正在奇怪 从门外走过去一个女人 有点失魂落魄的样子 看青心中很多疑问 这个女人是谁 要去哪里 她不自觉地站起身 跟到书房的门口 那个女子刚好拐弯 向后院去了 看青便缓缓在后面跟随着她 后院不大 应该是下人们居住的地方 院子里有一株大树 那个女人正走到大树旁 似乎很类似地 手扶在树上喘息着 休息了一会儿 女子继续向后面走 看青记得 在向后 只有一口水井了 她到底要干嘛去 果然 女人静止来到水井边上 似乎在思考什么事情 从背影看浑身颤抖着 似乎在做着什么艰难的决定 很挣扎的感觉 突然 女子一头栽进了井里 看青喊了一声啊 冲到井边 井里的水还在波动 看青想找个工具 能不能试着 将人打捞上来 转了好几圈 没有衬手的东西 心里一急 醒了过来 原来是个梦 看青还斜坐在榻上 书房的门开着 四周寂静无比 一切正常 看青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呼出一口气 心里又安心又不安 是一种矛盾的心情 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这个女人跳井肯定是真的 只不过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的事 以不得而知 看样子 这个宅子以前发生过不少事情 难道自己不会安稳地 住在这里吗 这可有点麻烦呢 不过接下来的几天 又恢复如常了 看青一直在矛盾之中度过 这几天的时间 他已经将书房和客厅打扫出来了 后面的水井也去看过 都没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 也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只不过发出爸爸喊声的卧房 他还没动 他总觉得还会有事情发生似的 果然 两天后的晚上 看青睡不着在院子里瞎转悠 突然那种黑暗的感觉再次袭来 但是这一次 没人在眼前走过 看青等了很久 一直没有事情发生 他有点猛了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突然 卧房方向似乎有人影一晃 看青不仅不害怕 反而心里想着 终于来了 那我就去看看吧 他似乎已经明白了 是有人想让他看什么事情 既然躲不过就看呗 反正这么久了 好像没人想伤害他 一边想着 看青一边迈步向卧房走去 卧房有隐隐的光亮传来 他向光亮处走过去 原来是窗户开着 他来到窗前向内望去 在卧房的地下 有一个人在晃来晃去 好像是个女人 在地下 对 就是地下 这一刻 看青好像有了透视眼 分明看到地下 好像有人 浑身软塌塌 一荡一荡的 在干嘛呢 哎呦 那个女人脖子上套着绳套 原来吊死了 看青想进屋去瞧瞧 却找不到门了 他只能从窗户跳进去 双脚刚落地 便醒了过来 还是梦 看青坐在院子的石凳上 面向着卧房的方向 并没有光亮传来 他站起身 来到卧房检查了一下 还是没发现什么 地下 他在屋子里跺了半天脚 没觉得有空的地方 算了 看青决定等天亮了 找几个工人 来好好检查一下 可是 他刚走到书房门前 黑暗再次袭来 看青站住不动 眼睛四处搜寻着 这回人影就出现在书房里 看青向书房望去 在东墙上有一个人影 是一个男人的形象 正用一把匕首抹脖子 直到男人瘫软在地上 又恢复了正常 看青睁开眼睛 他正守扶门站着 他不想再等了 因为他已经没法在这里住下去了 看青连夜离开了宅子 到京城的时候 刚好打开大门 他在城里找了一些工人 直接回到了宅子 让工人们在三个地点 该挖就挖 该拆就拆 忙活了一整天 在井里打捞出一副女骨 卧房的地下 有一个小小的地窖 可能是在战时临时藏身的地点 里面有一具吊着的枯骨 也是个女人 书房的东墙后面 有一个暗间 一个穿着园外服装的男子 也已经是一把枯骨了 看青 正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来了一个中年男子找他 自称黄六儿的儿子 他说卖了宅子 黄六儿便起不来床了 每天说着胡话 今天终于清醒了一些 便让他来找看青 说是有话说 看青心说 正好问问黄六儿 这几具尸体的情况 便跟男子走了 几天不见 黄六儿竟然瘦得皮包骨头 但精神头儿还不错 黄六儿也不客气 直接开始讲述黄家的事情 原来黄老爷也是从一清二百起家的 最开始娶了一个老婆 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儿子长到三岁 这个老婆就去世了 这时黄老爷已经发财了 便又娶了两个老婆 两个老婆自然免不了争风吃醋 明争暗斗 让争斗升级的直接原因是 两人谁也不生孩子 他俩便对黄老爷唯一的儿子 越看越不顺眼 黄老爷又忙 无暇照顾儿子 以为两个老婆 一定不会亏待自己的骨肉 那可就想错了 非打即骂 不给饭吃 动辄体罚 更威胁儿子 如果黄老爷知道虐待的事 就要杀了他 儿子才六七岁 哪能懂别的 只是每天拿着黄老爷 当年亲手给他做的娃娃发呆 下人们看见孩子被这么对待 都是敢怒不敢言 有心善的人 只好偷偷抹泪 终于 因为儿子掉饭粒 二老婆给了他一巴掌 手中的碗没拿住 掉在地上打碎了 大老婆一气之下 抄起身边的凳子扔过去 打到孩子的头上 竟然就没气了 两个老婆慌了神 连忙警告下人 不要将此事说出去 就在院子的北墙下面挖个坑 将其掩埋了 然后骗黄老爷说 孩子丢了 黄老爷发动了很多人 当然不可能找得到人 从那以后 宅子里的很多人 都听见半夜有小孩的声音说 爸爸 为什么不救我 更吓人的是 儿子的木头人 经常在某一个房间内出现 扔了还会回来 直到有一天 三个人突然都消失了 吓人们觉得宅子不干净 便四散了 后来听说 只要在宅子里住过的都死了 不是意外 就是自杀 黄六儿也不清楚 为什么自己没有死 不过他说 他知道这回终于是逃不过去了 说完这些话 黄六儿竟然就上气不接下气了 不一会儿就咽气了 看清回到宅子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了 离老远就见到火光冲天 他冲到镜前一看 果然是宅子着火了 留在原地等消息的工人们 也说不清楚 为什么起火 这火折起来就非常大 根本就不了 皇家的宅子和三具尸首 全被大火吞噬 只剩下黄六儿当初拿走的那个小木锤 乌云密布 狂风怒嚎 电闪雷鸣 大雨倾盆而下 整个村子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 村子的东边 有一户人家 那家的女子叫阿梅 她正在家中焦急地等待丈夫归来 她的丈夫是一名侨夫 每天上山砍柴 然后拿到集市去卖 以维持生计 今日的雨势异常凶猛 阿梅担心丈夫在山中遇险 心中忐忑不安 她站在门口 望着雨幕中的山路 期盼着丈夫的身影出现 就在这时 她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阿梅心中一紧 难道是丈夫回来了 她急忙打开门 却看到一个全身湿透 面容陌生的男子站在门外 那男子浑身散发着阴冷的气息 脸色苍白如纸 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交集 她看到阿梅后 似乎松了一口气 开口说道 姑娘 我迷路了 能否在你家借宿一晚 阿梅看着这个陌生的男子 心中有些犹豫 但想到这雨夜中的山路难行 她不忍拒绝 便点头答应道 好吧 你先进来避避雨吧 男子感激地点了点头 随着阿梅进了屋 阿梅给她找了一套干净的衣服 又烧了热水 让她洗漱 在温暖的火光下 男子的脸色 似乎恢复了一些红润 阿梅好奇地问她 为何会迷路至此 男子叹了口气 缓缓道出了她的来历 原来她是一名阴兵 负责押送亡魂 前往阴间 今日在执行任务时 突然遭遇暴雨 导致队伍走散 她迷了路 误打误撞 来到了这个村子 阿梅听后 惊得目瞪口呆 她从未想过 自己会与阴兵有所交集 然而 看着眼前这个虚弱 无力的阴兵 她心中的恐惧 渐渐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 同情和怜悯 她决定帮助这个阴兵 找回队伍 她安慰阴兵道 你放心 我会帮你找到 你的队伍的 你先在这里休息一晚 明日 我在送你出山 阴兵感激地看着阿梅 眼中闪过一丝暖意 她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 就这样 阿梅和阴兵在屋中 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 虽然两人之间 有着天壤之别 但在这特殊的时刻 他们却像朋友一样 相互扶持 相互安慰 第二天清晨 雨终于停了 阿梅带着阴兵出了门 沿着山路一路寻找 经过一番周折 他们终于找到了 阴兵的队伍 阴兵感激地向阿梅道别 然后跟随队伍 消失在山林之中 阿梅回到家中 心中仍然难以平静 她想起了昨夜 与阴兵的相遇 虽然离奇诡异 但却让她感受到了 人性的温暖和善良 然而 她并没有意识到 这次与阴兵的相遇 竟然会给她带来一场 意想不到的灾难 几天后 阿梅的丈夫从山上回来 带回了一些新鲜的猎物 阿梅高兴地迎了上去 却发现丈夫的脸色 有些不对劲 她眼神闪烁 神情紧张 似乎有什么事情瞒着她 阿梅心中疑惑 却没有多问 她以为丈夫 只是因为近日劳累过度 所以显得有些疲惫 然而 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却发现 丈夫的行为 越来越古怪 她常常独自外出 回来时 总是神色匆匆 身上还散发着 一股奇怪的气味 阿梅询问她去了哪里 她总是支支吾吾 不肯说实话 阿梅心中越发不安 她开始怀疑 丈夫是否做了什么 对不起她的事情 然而 每当她 想要深入追问时 丈夫总是以各种理由 搪塞过去 这天晚上 阿梅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无法入眠 她决定 明天一定要找丈夫 好好谈谈 问清楚 她到底在隐瞒什么 就在这时 她突然听到 窗外传来一阵 轻微的响动 她心中一惊 悄悄起床查看 只见一个黑影 在窗外一闪而过 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阿梅心中涌起 一股强烈的不安感 她意识到 这个村子 似乎隐藏着 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她决定要查明真相 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第二天 阿梅开始暗中观察 丈夫的一举一动 她发现 丈夫每次外出 都会经过村子的后山 而且每次回来时 都会变得异常紧张 阿梅决定跟随丈夫 去后山看看 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小心翼翼地 跟在丈夫身后 穿过密林 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山洞前 只见丈夫走进山洞 过了一会儿 又走了出来 手中多了一个包裹 阿梅心中一惊 她意识到 这个包裹中 一定藏着什么秘密 她决定等丈夫离开后 再进山洞查看 她藏在树丛中 等待着时机 不一会儿 丈夫便离开了山洞 向家的方向走去 阿梅立刻起身 快步走向山洞 她走进山洞 只见洞内幽暗阴森 空气中弥漫着 一股腐臭的气息 她小心翼翼地 向前走着 生怕惊动了什么 突然 她听到一阵 微弱的声音声 从洞深处传来 她心中一紧 顺着声音走去 只见一个衣衫褴 面色憔悴的女子 被绑在一根石柱上 她的双眼紧闭 嘴角流出一丝鲜血 阿梅惊呼一声 连忙上前解开女子的绳索 女子缓缓睁开眼睛 看到阿梅后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和感激 她告诉阿梅 她是被丈夫抓来的 丈夫为了修炼邪术 需要女子的精气 她已经在这里 被困了好几天了 如果不是阿梅及时出现 她恐怕就要丧命于此了 阿梅听后愤怒不已 她没想到自己的丈夫 竟然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她决定要揭露丈夫的罪行 保护村子的安宁 她带着女子回到家中 将事情告诉了村里的长辈们 长辈们听后都震惊不已 他们决定召开村民大会 共同商议如何处置这个邪恶的侨夫 在村民大会上 阿梅的丈夫被当众揭穿了她的罪行 她无法辩驳 只能低头认罪 村民们愤怒的要求将她逐出村子 永远不得回来 然而 就在村民们准备将侨夫赶走时 突然一阵阴风吹过 整个村子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当光明重新降临时 侨夫已经不见了踪影 阿梅心中一惊 她想起了那个阴兵送给她的玉佩 她急忙拿出玉佩 只见玉佩上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似乎在指引着她什么 她跟着玉佩的光芒 来到了村子的后山 只见那里站着一个身影 正是那个阴兵 阴兵看到阿梅后 微微一笑 说道 你终于来了 阿梅疑惑地看着阴兵 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丈夫她 阴兵叹了口气 说道 她已经被那些邪灵附身了 变成了他们的傀儡 她不再是你的丈夫了 阿梅听后心如刀脚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丈夫 竟然会变成这样 她问道 那我该怎么办 我能救她吗 阴兵摇了摇头 说道 她已经被邪灵侵蚀得太深了 无法挽回了 但是 你可以阻止她 继续围护人间 阿梅咬紧牙关 点了点头 说道 我会的 我不会让她 再伤害无辜的人 阴兵欣慰地看着阿梅 说道 你有一颗善良勇敢的心 这是你的力量所在 这枚玉佩 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它可以保护你 免受邪灵的侵害 你要好好保管它 阿梅接过玉佩 感激地看着阴兵 她问道 那你呢 你要去哪里 阴兵微微一笑 说道 我要继续我的任务了 世间还有很多亡魂 需要我的指引 你保重吧 说完 阴兵的身影 渐渐消失在黑暗中 阿梅站在原地 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敬意 她知道 自己必须坚强起来 为了村子的安宁而战 从此以后 阿梅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强 她带领着村民们 一起抵御邪灵的侵袭 保护着村子的和平与安宁 而那枚玉佩 也成为了她的守护符 陪伴着她 度过了许多艰难的时刻 然而 阿梅心中的疑惑 却从未消散 她始终不明白 为什么丈夫会变成这样 她的心中 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些疑问一直困扰着她 让她无法释怀 直到有一天 她在一本古老的书籍中 发现了关于邪术的记载 书中提到 修炼邪术 需要牺牲无辜者的精气 而乔夫所修炼的 正是这种邪恶的法术 阿梅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丈夫是被邪术所诱惑 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她心中充满了悲痛和愤怒 她决定要找到丈夫 让她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 然而 当她再次来到后山时 却发现那里已经空无一人 丈夫的踪迹 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梅站在山巅 望着远方 她知道 这场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 她必须继续前行 寻找丈夫的下落 揭开她背后的秘密 而那个阴兵 或许会在某个时刻再次出现 给予她指引和帮助 阿梅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感激 她相信 只要心中有信念和勇气 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邪恶实力 故事到这里 暂时告一段落 但阿梅的冒险还在继续 她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她的丈夫究竟藏身何处 她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这些悬念将留待后续的故事来揭晓 而在那枚玉佩的守护下 阿梅将会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 她将继续为了村子的安宁而战 为了揭开真相而不懈努力 当夜幕降临 阿梅站在窗前望着星空 她心中充满了坚定和信念 她知道 无论前路多么艰难 她都不会放弃 因为她是那个勇敢善良的女子 是那个拥有玉佩力量的守护者 而她的故事 也将在夜空中传颂 成为一则激励人心的传奇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小山村里 有两户相邻而居的农家 一户姓李 一户姓王 李家有个如花似玉的大女儿 名叫李梅 王家有个聪明伶俐的二女儿 名叫王莲 这两家素来交好 李梅和王莲更是情同姐妹 从小一起长大 形影不离 有一年皇帝下旨选秀女 凡是年满16岁的未婚女子 都要进宫参选 消息传到村里 李梅和王莲都忐忑不安 李梅的容貌在村里是出了名的 若是被选上 就要离开家乡 进那深宫大院 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王莲虽然也担心 但更多的是为李梅担忧 李梅的父母 为了攀上黄金国妻 硬要她进宫参选 李梅心中苦闷 却又无处诉说 王莲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她决定要帮助李梅 逃过这一劫 就在选秀女的前夕 王莲偷偷溜进李梅家 与她商量对策 两人商议良久 最后决定 由王莲代替李梅进宫 王莲长相虽然不如李梅出众 但也是个清秀可人的姑娘 加上她聪明机智 或许能在宫中平安度日 于是 在选秀女的那天 王莲装扮成李梅的模样 坐上了前往京城的马车 而李梅则躲在家中 提心吊胆地等待着结果的到来 王莲进了宫 凭借着她的聪明才智和机巧应对 竟然一路过关斩架 没有被淘汰 然而 她心中却始终惦记 着家中的李梅和自己的家人 担心他们会因为自己的离去而受苦 就在王莲进宫不久 村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原来 村里有个叫张三的放牛娃 因为家境贫寒 一直娶不上媳妇 她为人老实本分 勤劳肯干 就是因为穷 没人愿意嫁给她 这天 张三的母亲突然病重 临终前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看到儿子娶上媳妇 李梅的父母听说了这件事 觉得这是个摆脱张三纠缠的好机会 他们便找到张三 提出把李梅嫁给她 但条件是要李梅替他们家还清欠债 张三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 只好答应下来 然而 当李梅得知这个消息时 她却坚决不同意 她虽然感激张三的善良和孝顺 但她心中已经有了心仪之人 而且她也不愿意用自己的婚姻 来偿还家中的债务 就在这时 王莲的消息传回了村里 听说王莲在宫中表现出色 有可能会被皇帝看上 成为妃子 李梅的父母听了 顿时洗上眉梢 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们便找到李梅 软硬坚实地逼她嫁给张三 李梅无奈之下 只好答应下来 但她心中却充满了不甘和委屈 她觉得自己就像是被家人抛弃的棋子 任由他们摆布 就在李梅和张三的婚礼前夕 王莲突然回到了村里 她听说了家里发生的事情 心中十分愧疚和难过 她觉得自己当初的决定 给家人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痛苦 王莲找到李梅 向她道歉并请求原谅 她告诉李梅 自己愿意代替她嫁给张三 让她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李梅听了 心中五味杂陈 既有感激又有愧疚 但她知道 自己不能再让王莲为自己牺牲了 于是在婚礼那天 王莲代替了李梅 嫁给了张三 而李梅则悄悄地离开了村子 去寻找自己的真爱 然而 命运却再次跟王莲开了一个玩笑 就在她嫁给张三后不久 皇帝突然下职 选拔民间才子进京港考 原来 皇帝在宫中 听说了王莲的聪明才智和美貌 心生好奇 想要亲自见一见 这个传说中的女子 张三得知这个消息后 心中既激动又担忧 她激动的是 自己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担忧的是 王莲若是被皇帝看上 自己就会失去她 然而 王莲却鼓励张三去赶考 她相信 张三的才华和努力 一定会得到回报 于是 张三在王莲的鼓励和支持下 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 她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了京城 在考试中 她发挥出色 一举夺得了状元郎的头衔 皇帝对张三十分赏识 不仅赐予她高官厚禄 还想要将王莲召入宫中为妃 然而 张三却婉言谢绝了皇帝的好意 他向皇帝讲述了自己和王莲的故事 表达了自己对王莲的深情厚意 皇帝听了 十分感动 便成全了他们的姻缘 王莲得知这个消息后 心中既惊喜又感慨 他没想到 自己当初的一个决定 竟然改变了自己和张三的命运 他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 与张三过上了美满的生活 王莲和张三回到村里 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欢迎 他们的爱情故事 也在村里传为佳话 人们都说 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然而 就在他们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时候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却打破了这份宁静 一天夜里 村里突然起火 火势迅速蔓延 整个村子都被火海包围 村民们惊慌失措 四处奔逃 王莲和张三 也顾不上收拾东西 连忙拉着家人 逃出了火海 他们站在村口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 化为灰烬 心中充满了悲痛和绝望 然而 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却发现 村里的祠堂 还完好无损地矗立在火海中 张三心中一动 拉着王莲的手说 祠堂里有我们祖先的牌位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毁于火海 我要去救火 说着他就要冲进火海 王莲急忙拉住他 说 你疯了 火势这么大 你进去就是送死 张三摇摇头 坚定地说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祠堂被烧掉 我是村里的状元郎 我有责任保护我们的家园和祖先的遗物 王莲看着张三坚定的眼神 心中既感动又担忧 他知道张三的性格 一旦决定了的事情 就不会轻易改变 于是 他紧紧握住张三的手 说 好 我们一起去 无论生死 我们都要在一起 两人携手冲进了火海 火势熊熊 热浪滚滚 但他们却毫不畏惧 一心只想着救下祠堂 他们穿过火海 来到了祠堂前 只见祠堂的大门紧闭着 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在保护着他 张三用力推开大门 一股清凉的气息 扑面而来 他们走进祠堂 只见祖先的牌位 安然无恙地摆放在神台上 张三和王莲松了一口气 莲忙跪下祈祷 感谢祖先的保佑 就在这时 他们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 从祠堂深处传来 他们心中一紧 小心翼翼地走向声音来源 只见祠堂的角落里 竟然隐藏着一个密道 张三和王莲对视一眼 心中都充满了疑惑和好奇 他们决定一起探索这个密道 看看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他们沿着密道一路前行 只见四周石壁光滑如镜 似乎有人经常打扫 密道尽头是一扇紧闭的石门 张三用力推开石门 只见里面竟然是一个宽敞的地下室 地下室里堆满了金银财宝和珍奇艺宝 看起来像是某个大户人家藏宝的地方 张三和王莲惊讶不已 他们没想到自己的村子里 竟然隐藏着这样的秘密 然而就在这时一阵阴风吹过 地下室里的灯火突然熄灭 一片漆黑 他们听到一阵诡异的笑声在黑暗中响起 接着是阵阵阴森恐怖的声音 仿佛有无数鬼怪在黑暗中咆哮 张三和王莲心中一惊 紧紧握住彼此的手 他们知道自己可能遇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然而他们并没有退缩 而是鼓起勇气决定一起面对这个未知的恐怖 他们点亮了手中的火把 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地下室 只见四周的墙壁上 竟然画着一些诡异的图案和符咒 他们越看越心惊 这些图案和符咒似乎与村里的历史传说有关 就在他们即将揭开这个秘密的时候 突然一阵强烈的震动传来 整个地下室都开始坍塌 张三和王莲连忙往外逃 但已经来不及了 一块巨大的石头从头顶砸下 将他们困在了地下室里 他们拼命挣扎 但石头太重 他们根本无法移动 他们知道自己可能就要死在这里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一股神秘的力量突然涌现 将他们包裹其中 他们感到自己的身体轻飘飘的 仿佛要飞起来一般 当他们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祠堂 他们惊讶不已 不知道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 然而他们知道 这个村子里的秘密远不止于此 他们决定继续探索下去 揭开这个村子真正的历史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再次进入密道的时候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他们回头一看 只见一群村民手持火把 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张三 王莲 你们没事吧 村民们关切地问道 张三和王莲摇摇头 表示自己没事 他们问村民们怎么会来这里 村民们告诉他们 他们看到张三和王莲冲进火海后 担心他们的安危 便组织人手来救火 结果火势太大 他们无法靠近祠堂 只能在远处观望 直到看到张三和王莲 安然无恙地走出来 他们才放下心来 张三和王莲感激不已 他们知道是村民们的关心和帮助 让他们得以逃生 然而 他们心中的疑惑 却越来越重 这个村子 这个村子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藏宝地下室 那些诡异的图案和符咒 又是什么意思 他们决定继续探索这个秘密 揭开村子真正的历史 然而 他们也知道 这个过程可能会充满危险和未知 但他们相信 只要他们携手并进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能够克服 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但张三和王莲的冒险才 在一个遥远的古代村庄 有个美丽而坚强的女子 名叫秀娘 她的丈夫是个勤劳的木匠 名叫阿牧 两人相敬如宾 恩爱有家 然而命运却对他们 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那年 村里闹起了匪患 阿牧为了保护村民 挺身而出 与匪徒搏斗 却不幸失踪 生死未卜 秀娘心急如焚 日夜思念着丈夫 决定踏上巡浮之路 她带上了简单的行囊 踏上了漫漫巡浮之旅 一路上 她历经千辛万苦 跋山涉水 却始终不见丈夫的踪影 一日 秀娘来到一个陌生的集市 她走得口渴 便在一家茶滩前坐下休息 正喝着茶 她忽然听到一阵嘈杂声 抬头一看 只见一群人围着一个摊位 议论纷纷 秀娘好奇地走过去 只见摊位上放着一个竹篓 里面装着一条色彩斑斓的蛇 那蛇似乎通人性 见到秀娘 眼中竟流露出哀求之色 摊主是个中年男子 她高声叫卖道 各位看官 这可是条灵蛇 能带来好运 只要诚心诚意 它便能助你实现心愿 围观的人们议论纷纷 却无人敢上前购买 秀娘心中一动 她想 若这蛇真有灵性 或许能帮我找到丈夫 于是 她咬咬牙 掏出身上所有的银两 买下了这条蛇 秀娘将蛇 小心翼翼地放入竹篓 准备找个合适的地方 将其放生 她穿过集市 来到一片茂密的树林 这里山清水秀 鸟语花香 正是放生的好去处 秀娘跪在地上 双手合十 虔诚地祈祷道道 蛇儿蛇儿 你若真有灵性 便请助我寻得丈夫 我愿此生善待生灵 不杀不害 说完 她轻轻打开竹篓 将蛇放了出来 那蛇似乎通人性 她盘绕在秀娘身边 久久不愿离去 最后 她抬起头 吐着信子 对秀娘说道 你死到临头不自知 还想着寻夫 秀娘闻言大惊 她连忙问道 蛇儿 你此言何意 我何处有危险 那蛇缓缓说道 你可知 这集市上的摊主是何人 他乃是个妖人 专门捕捉 我们这些 有灵性的生灵 用来炼制邪术 你今日买了我 他便不会善罢甘休 你且随我来 我带你避开 妖人的追踪 秀娘听得心惊胆战 她连忙跟着蛇儿 小心翼翼地穿过树林 果然 不久之后 便有一群黑衣人追了上来 他们手持刀剑 气势汹汹 显然是内妖人派来的爪牙 蛇儿见状 立刻吐出信子 发出嘶嘶的声响 顿时 四周的树木仿佛活了过来 枝叶纷纷摇曳 形成一道道屏障 将黑衣人阻挡在外 秀娘趁机躲在树丛中 屏息宁神 不敢发出半点声响 黑衣人在树林中搜寻了一番 却始终找不到秀娘的身影 他们不甘心地咒骂了几句 最后只得兴兴离去 待黑衣人走远后 蛇儿才带着秀娘 从树丛中出来 秀娘感激替灵 对蛇儿说道 多谢蛇儿救命之恩 我秀娘此生不忘 蛇儿却道 你且莫谢我 我就你乃是因为你心地善良 不愿见你遭难 但你若想寻得丈夫 还需历经磨难 那妖人不会轻易放过你 你须得小心谨慎才是 秀娘坚定地点了点头 说道 无论前路如何艰难 我都要找到丈夫 哪怕粉身碎骨 也在所不惜 蛇儿闻言 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之色 她说道 既是如此 我便助你一臂之力 你且随我来 我知道一个秘密的地方 或许能帮你找到丈夫的线索 秀娘文言大喜 连忙跟着蛇儿 踏上了新的寻妇之路 两人一蛇穿过密林 越过山丘 来到了一处幽深的山谷 山谷中有一座古老的庙宇 庙宇虽已破败不堪 但仍透着一股庄严肃穆之气 蛇儿带着秀娘来到庙宇前 说道 这庙宇中藏有一个秘密 或许能帮你找到丈夫 但你要小心 庙宇中机关重重 稍有不慎便会丧命 秀娘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她深吸一口气 鼓起勇气 踏进了庙宇的大门 庙宇内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秀娘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 生怕触碰到什么机关 突然 她听到一声低沉的吼声 紧接着 一道黑影从黑暗中扑了出来 秀娘秀娘心头一紧 连忙闪身躲避 她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只凶猛的黑豹 黑豹眼中闪烁着胸光 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秀娘猛扑过来 秀娘吓得花容失色 但她知道此时逃跑已无济于事 只能硬着头皮硬展 她迅速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 准备与黑豹搏斗 就在这时 蛇儿突然从秀娘身后窜了出来 她张开大嘴 吐出一道金光 那金光直直射向黑豹 黑豹顿时发出一声惨叫 摔倒在地 动弹不得 秀娘见状大喜 连忙上前感谢蛇儿的救命之恩 蛇儿却道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快些寻找线索吧 两人一蛇继续深入庙宇 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一个又一个机关 终于他们来到了一间密室前 密室门上刻着一道奇怪的符咒 散发着悠悠的光芒 秀娘上前仔细查看 发现符咒中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 她回想起丈夫阿木曾经教过她一些木匠手艺中的奥秘 其中就包括解读符咒的方法 她闭上眼睛 凝神静气用手指轻轻触摸着符咒的纹路 渐渐地她感到一股奇异的力量从符咒中传来 涌入她的脑海 秀娘睁开眼睛 眼中闪过一丝明雾 她说道 这符咒中隐藏着一个秘密的地图 指向丈夫可能被囚禁的地方 蛇儿文言也露出了欣喜之色 她说道 既是如此 我们便快些去吧 晚了恐怕就来不及了 两人一蛇按照地图的指引 穿过了密室的暗道 来到了一处地下牢房 牢房中关押着许多人 他们的面容憔悴 衣衫蓝绿 显然是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秀娘在牢房中 焦急地寻找着丈夫的身影 终于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阿牧 她衣衫破烂 遍体鳞伤 但眼中仍然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秀娘健壮 心如刀脚 她扑上前去 紧紧抱住阿牧 泪水夺矿而出 阿牧也激动得热泪盈眶 她紧紧握住秀娘的手 说道 秀娘 你怎么来了 这里危险 你快些离开吧 秀娘却摇头道 我怎能抛下 你独自离开 我要带你一起回去 就在这时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传来 原来是那妖人 带着手下赶到了 她见到秀娘和阿牧在一起 眼中闪过一丝狠利之色 她冷笑道 好一对恩爱夫妻 今日就让你们团聚在黄泉路上吧 说着 她挥手示意手下上前捉拿两人 秀娘和阿牧紧握彼此的手 准备共同面对即将到来的危险 蛇儿也吐着信子 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即将爆发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照在妖人身上 妖人顿时惨叫一声 化作一阵清烟 消散无踪 秀娘和阿牧 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不知发生了何事 这时 一个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 你们夫妻情深义重 感动了上天 如今妖人已除 你们可以安心离去了 两人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先锋倒鼓的老者 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化作一道金光消失不见 秀娘和阿牧感激涕零 他们知道是那位老者 救了他们的性命 他们紧紧相拥在一起 决定从此不再分开 两人一蛇离开了地下牢房 回到了阳光明媚的世界 他们重新开始了平凡 而幸福的生活 但心中始终铭记着 那位老者的恩情 然而 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在秀娘和阿牧的生活中 还隐藏着许多未知的秘密和危险 他们能否继续携手前行 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 这一切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而那条救了秀娘 一命的蛇 也似乎并非寻常之物 她的身上究竟隐藏着 怎样的秘密 她是否会再次出现在 秀娘和阿牧的生活中 这些问题都留给读者 去想象和探索 民间故事总是充满了 奇幻和神秘元素 让人在惊叹和感动之余 也感受到了生活的无限可能 而这个故事 正是这样一个充满奇幻 和神秘的民间故事 它让人在想象中 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 和人性的美好 至于故事后续的发展 或许有一天 当秀娘和阿牧 再次面临困境时 那条神秘的蛇会再次出现 带给他们新的启示和帮助 又或许 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克服一切困难 迎接美好的未来 无论如何 这个故事都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成为一段美好的传说 而此刻 秀娘和阿牧 正手牵手走在回家的路上 他们的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他们知道 无论未来会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 只要彼此相依相伴 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 追求幸福的脚步 故事在这里暂时告一段落 但留给读者的思考和想象 却永远不会停止 或许 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民间故事 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创造 清朝初年 天下出定 不过民间依然盗匪横行 大古的土匪 由朝廷派兵统一争搅 小的匪患 则由地方上自行处理 便宜行事 这天晚上 一个僻静的小山村里 已经安静下来 但人们都没有睡觉 正躲在屋里竖着耳朵 听外面的声音 因为此时后面不远的的小客山上 喧闹无比 白天石山上就喊杀震天 有人说是官兵来剿匪 一直打到半夜还未结束 想必官兵没有占到便宜 一个荒宅的院子当中 有一块大石 一个人正从石头后面探出头来 这人脸上身上都是血迹 他一边喘着粗气 一只手还捂着大腿 指缝里正在冒着血 显然受了很重的伤 突然院子前面小路上 跑来一对楼楼兵 当先一人吆喝着 让大家散开寻找 这人知道自己就快被找到了 他很不甘心 咬牙切齿地攥着拳头 这人名叫周辰 年纪才25岁 自幼习武 一心想报效国家 后来终于做了一个外围靶总 这外围靶总 虽然平时也被人简称为靶总 但跟正牌靶总的差距 还是挺大的 靶总是正七品的武官 外围靶总才是九品芝麻官 再往下就不入流了 所以虽说是一个官职 其实并没有比老百姓强多少 周辰不甘心 他的理想是指挥千军万马 现在手下只有三五个歪挂裂枣 心理落差实在太大了 武官升迁最有效的方法 当然是立功 而立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剿匪 小柯山上就有一股土匪 有一支四五千人的队伍 头领名叫王大肚子 这人自称替天行道 实际上因为管理不十分得当 属下喽啰洗劫百姓事件 也偶有发生 王大肚子的势力说 大不大说 小不小 派大队官兵来剿匪 不值得 可是不派官兵来 仅凭地方上还真拿不下 因此就一直放任着 周辰没有调动大部队的权力 靠手底下这撒瓜俩枣 也不可能顶用 那就只能智取 周辰还是年轻冲动 加上立功心切 还有就是被传奇故事蒙骗了 以为土匪都是有勇无谋的粗人 他和另一个会功夫的朋友朱修 一共两个人就平山灭寨来了 他俩的计划是假装入伙 待土匪们掉以轻心 便趁机杀掉王大肚子 策反楼罗后下山领功请赏 结果还没见到王大肚子 直接就差点被推到后山砍头 两人拼死一战 到了如今这步田地 朱修武艺高强 然而依然生死不明 周辰自己则身负重伤 被围困在这小院内 眼看着即将被生情活捉 想到这儿 周辰叹了一口气 功没力成 把命搭上了 还连累了朋友 泉下无言相见啊 正在这时 几个楼罗兵向院子里走来了 火把的光亮 已经快要照射过来 周辰手都要钻出血来了 眼珠子血红地瞪着前方 想要跳出去拼了 可是腿不听使唤 难道就这么等着被抓住 然后被他们羞辱 他恨自己一时冲动 不曾想对方竟然如此惊艳老道 一眼看穿了他们 土匪们常年过的是刀尖舔血的日子 出出茅庐的小年轻 根本骗不过他们 简直是一腔热血 洒在茅坑里 周辰一只手搭在石头上 这石头像是一块巨大的石碑倒了 根本不可能将一个大活人全部藏住 躲在这儿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周辰一咬牙 手扶石碑要站起来 却突然觉得石碑动了一下 周辰一愣 不可能 这石碑没有一千 也得有八百斤 别说现在 平时也不可能一手推动它 难道是幻觉 他伸手又推了一下 石碑又动了 石碑下露出一个黑洞洞的洞口 像是一口井 这时候 楼罗兵就要到跟前了 周辰再没有时间犹豫 翻身钻进井里 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在醒来时 周辰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 浑身散架一样的疼 旁边有一个火堆烧得正望 柴火劈啪作响 在这漆黑的地方 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周辰刚坐起来看看四周 突然一个声音问道 醒了 听声音很是苍老 周辰扭头看去 正走过来一个矮小的身影 他勾搂着身子 似乎腰都直不起来了 他走到火光前才看清 真是一个白胡子老头 其实并没勾搂腰 只是后背好像背着什么 感觉像是驼背似的 周辰道 老人家 这是井里吗 老头笑嘻嘻地道 对啊 你突然到来 是怕我孤单来陪我的吗 周辰觉得 这老头说话有点不着调 摇摇头道 我被别人追杀 逃到这里的 老头来了兴致似的 道 打架 我喜欢打架 谁赢了 他上下打量一下周辰 笑道 不用问了 肯定人家赢了吧 那你倒是打回去啊 说着还比划了几下 很笨拙的样子 周辰叹口气道 打不过 否则也不会逃到这里来 老人家 你就生活在井里 老头盘腿坐在他身边道 可不是 我就生活在这里 连个打架的人都没有 要不你打我出出气 替我解解闷 周辰道 老人家 休要取笑我与我 老头停了一下 好像在思考问题 道 你想不想报仇 周辰道 想 我如果能够活命 一定将他们碎尸万段 老头竖起大拇指道 有骨气 我喜欢 你遇上我算成了 周辰很惊喜地道 老人家 你会智商 还是会功夫 老头摇摇头 道 我都不会 周辰丧气道 老人家 还是在逗我 老头来劲了 腰杆一挺 道 你看看 我身后是什么 说完 转过身去后背 对着周辰 周辰定睛一看 有点傻眼 像是一个龟壳 正背在身上 问道 这是龟甲 老头道 对了 我是这井里的老龟 修炼了一千年 叫我龟精或者龟仙都行 周辰道 井里不是住着龙王吗 老头很生气道 放屁放屁 哪个井里也没有龙王 打井的时候 要放一只乌龟 你不知道吗 那就是我了 已然修炼成仙了 周辰点点头 道 那你怎么帮我呢 老头道 咱们做个交易如何 我给你三样东西 一个帮手 一个替死鬼 一个强壮的身体 确保你能够报仇血恨 事成之后 你得回来陪我修炼 伺候我 怎么样 周辰想都没想 道 行 老头把手一挥 周辰全身一松 身上的伤都不疼了 而且感觉身轻体贱 有始不完的劲 周辰道 帮手呢 老头一笑 向他身后一直道 你看那是谁 周辰回头一看 黑暗中走来一人 正是已经失散的朋友朱修 毫发无损地来到自己的面前 冲着自己微笑着 周辰道 替死鬼在哪里 老头道 你快死的时候 自然会出现 只有一次哦 小心点 周辰给老头行了个礼 搂着朱修的肩膀 向井口方向走去 突然眼睛一花 竟然又出现在小院里 石碑好好的放在那 好像不曾挪动过 周辰有点难以置信 不过朱修在身旁 让他不得不信 两个人蹲下商议了一下 认为小客山一定撒下人马在山下寻找他俩 这时山上必然空虚 不如偷偷杀上山去 直到黄龙 还有翻盘的可能 商议已毙 二人笑了笑 奔山上而去 小客山其实并不难攻 山上的重兵都布置在第一道关卡 只要突破了 他就行了 二人来到关卡前 向上望了望 高高的寨墙上全是钉子 寨墙的青森树 你可以飞上去 但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而寨门两侧是万丈利刃 鸟飞上去都难 人就不要想了 寨墙中间一到墓门 需要把它升起来才能通过 此时 小路上正走过来四五个巡逻的楼楼 当先一人身材瘦弱矮小 像是头目 周辰和朱修两个人眼神一对 身体同时飞扑而去 一人撂倒一个 然后剑剑抵住两人后背 周辰还用手拽住前面那个矮子 笑道 作声就送你们个窟窿 三人不敢动的当口 两人迅速披上了楼罗的衣服 周辰对矮子道 带我们进去 矮子道 好大的胆子 全债都在抓你们 你们还敢上山去 声音很尖锐 听着很不舒服 周辰恶狠狠道 在废话割下你的舌头 三人再不敢言语 只得在前面带路 周辰朱修轻轻用手抵住三人后心 防止他们突然生变 来到门下 和墙上的楼罗对了口号 大门才被慢慢升起 刚够通过一人时 矮哥突然向前冲出一步 大喊道 关门 他们是刺客 周辰正在门下 大门突然向下砸来 周辰眼睛一闭 以为必死无疑 却迟迟没有落下 不由地睁眼一看 朱修双肩抗住寨门 咬牙道 快走 周辰快速通过 回身刚要帮助朱修 一柄长枪 贯穿了朱修的胸膛 周辰脑中轰然一声 此时喊杀声四起 朱修吃力道 走 然后身体向后一撤 大门落下 周辰觉得天旋地转 脑中一片空白 只是下意识挥剑迎敌 突然人群中 看见了那个矮子 周辰只觉得 眼睛要喷出血来 一咬牙向矮子冲过去 无奈喽啰太多 杀不出去 慢慢他终于冷静下来 明白自己的处境 务必先要自保 否则累也要累死了 周辰想到这里 身腿扫到一片人 向山上跑去 果然身体异常强健 几步就甩开了追兵 他矮身躲在草丛里 看着一波又一波 楼罗兵四处搜寻 突然 矮小身影又出现了 这回竟然落了单 周辰恨得牙跟痒痒 看准时机矮身窜了出去 一把将其打趴在地 那人哀悠一声 竟然是女子的声音 周辰附身打掉她的帽子 满头绣发披散开来 周辰用手拿住她的后心 用力提了起来 那女子惊恐地闭上眼睛 两只手臂无助地张开来 全身一荡一荡的 娇美的面容 因为害怕变得惨白 长睫毛微微颤抖 似乎还有眼泪挂在上面 小小的嘴唇毫无血色 非常可怜的样子 却更美了 周辰举着宝剑的手 终究没有落下 看得吃了 那女子慢慢睁开眼睛 看到周辰却也愣住了 棱角分明的脸庞 斜飞入鬓角的浓眉 黑白分明 却充满血丝的眼睛 略微冒出来的胡茶 散乱的头发 一种凌乱的帅 让女子怦然心动 周辰嘴唇颤抖 道 刚才不是你吧 女子小声道 不是 我刚从后山过来 周辰道 王大肚子在后山吗 女子轻轻点点头 又摇摇头 周辰哼了一声 放下女子 女子道 你不要去 后山有埋伏 周辰回头看了她一眼 心中一疼 但还是决然上山而去 周辰悄悄潜入后山的宅院 在一座大厅内 发现了王大肚子 此时 他竟然舔着肚子 逍遥地躺在榻上吃东西 周辰眼睛冒火 一脚踢碎了厅门 二话不说 一箭刺去 二人站在一处 突然 四周跑出一队弓箭楼罗兵 将二人团团围住 周辰这才想起女子的话 直到中了埋伏 暗骂自己 刚才见了王大肚子 过于冲动了 周辰一摆宝剑 将王大肚子挡在身前 想用王大肚子 威胁他们不敢射箭 此时人群中走出一人 瘦小枯干 哈哈笑道 没想到吧 我才是王大肚子 在山下你已经抓住了我 如果那时解决了我 就没有现在的事了 周辰道 少废话 现在要你的命也不迟 王大肚子道 好啊 你的身体竟然痊愈了 是妖精吗 突然宁笑道 就是妖精我 也要砍下你的尾巴来 射箭 命令一下 弓箭齐齐射来 竟不管这胖子的死活 周辰早有准备 凭空跃起 躲过第一波弓箭 随后向外奔去 刚出厅外 迎面又是一波弓箭射来 周辰就地向外一滚 还没停止 房上又一波弓箭射来 周辰心里一凉 按到完了 动作做到一半 无论如何收不住了 必死无疑 突然一个矮小身影 窜了过来 挡在周辰的身前 树枝剑穿透其身 周辰一把抱住那贪软的身体 竟是那娇小的女子 看到周辰关切的目光 微微一笑 气绝身亡 周辰突然想起 井中归先的话 只有危险的时候 替死鬼才会出现 周辰仰天怒吼 突然身上重剑 疼痛让他疯狂起来 此时 王大肚子竟然向他扑来 口中喊叫着 一副拼命的架势 到了境前 王大肚子一刀砍下 周辰向后闪身 王大肚子竟然不再防护自己 而是抱起地上的女子 口中惨呼道 妹妹啊 你这又是何必呢 周辰宝剑收拾不住 已砍到王大肚子身上 他的脑中又是一阵眩运 这女子竟然是仇人的妹妹 这是老天爷在开玩笑吗 他和仇人的妹妹竟然一眼雾终身 周辰仰天大笑 朋友为了就自己而死 一眼而心动的女子 为自己挡箭而死在怀中 报仇还有什么意义呢 功名还有什么价值呢 周辰提起宝剑 向脖梗割去 只觉得浑身一松 好像飘飘摇摇地飞了起来 双眼越来越沉 可能这是死亡的感觉吧 在睁开眼睛 龟仙人就在面前 周辰感觉大腿隐隐作痛 周辰道 老人家 我死了吗 龟仙人呵呵笑道 还是这样好是不是 周辰点点头 道 是我太冲动了 龟仙人道 年轻人眼睛里 不要只有仇恨 只看得见功名 不要只想着打打杀杀 换一个方式 或许更好 周辰道 是是是 可是我那朋友 龟仙人道 他已经逃回去了 正在等你呢 快去找他吧 周辰给龟仙人行了一个礼 拖着伤腿走了 一个月后 周辰和朱修商裕 二人通过朋友说和 放低了姿态 到小客山拜山 说通了王大肚子 带着人马归顺朝廷 同时联络其他山寨 一举招安了多支队伍 魏洞一兵一卒 又在招揽人心的重要阶段 此举让朝廷非常高兴 大大的封赏了一番 周辰借此机会 得以结识知府大人 不久在知府的亲自主持下 娶了王大肚子的妹妹 爱情事业双丰收 兴定三年 成吉思汗亲派使者到山东 邀请邱处基赴蒙古帝国相见 长春真人于兴定四年正月 带领门下十八弟子启程西去 十年他已经七十有四 历史两年零四个月 在兴定六年四月 抵达大雪山巴鲁湾行宫 觐见了成吉思汗 因为成吉思汗属马 秋处基属龙 民间戏称此次会面为龙马会 正大四年 成吉思汗下诏曰 道家市一切养神仙处置 并赠送其金虎牌 并赠送其金虎牌 命秋处基掌管天下道教 道教由此进入前所未有的盛世之中 不论朝廷还是民间 人人向道 一派繁荣景象 在安民山中有一座三清关 是一座非常小的道观 它并不像其他道观一样香火旺盛 反而非常一副惨淡萧条的景象 三清关的监院是明峰道长 一个五十多岁的干瘪老头 花白的头发和胡子 打了布丁的道袍满是泥污 一柄浮尘已经快凸了 还舍不得换 外表虽然寒酸 但明峰道法高深 无论是堪于八卦 还是命理预测 或者降妖除魔 都是手道勤来 他有一个弟子星月道长 跟师父明峰正好相反 他入道门的时间不长 道法可以说是样样会样样松 糊弄糊弄外行完全够用 要说真本事还差得远了一些 但是星月长得好 河下五柳常然飘飘洒洒 漆黑如墨油光正亮 脸形方正 声音浑厚 虽然道袍也很旧 但是洗得干干净净 搭配着挺拔的身形 看起来先锋道骨 潇洒极了 这师徒二人站在一起 你一定以为星月是得道的高人 明峰倒像是一个市井的骗子 整日跟叫花子为伍 二人做完功课 闲来无事坐在灌前乘凉 明峰不禁感叹道 如今道教兴盛至极 为何咱这三清官如此冷清 星月笑道 师父 我说实话你别不爱听 我看这香火不忘的原因 一个人要占上九分 明峰很不解地问道 此话怎讲 是我道法不高吗 星月道 要说师父道法不高 这世上能称得上道法高身者 便寥寥无几了 明峰道 这样 那是为何 星月道 你听我细说 首先 师父你的形象 着实影响 你在信众中的地位 实在是太不先锋道骨了 跟世警百姓简直没有区别 看来星月还在照顾师父的面子 明峰道 我从来认为自己跟百姓没有差别 你说何来的差别 星月道 当然这还是次要的 形象不行 可以用其他方面来弥补 比如言谈 你一开口跟山下普通老农一样 甚至还要朴素易懂 明峰其道 道理就这么简单 他们问的都是家常里短居多 本来就是小事 我只需告诉他们结果即可 难道还要把前因后果 给他解释一遍 我是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尽快替他们解决烦恼 也是我的错吗 星月道 那道不一定 但话到嘴边留半句 才显得高深莫测呀 明峰大摇其头 道 一派胡言 明明很简单的事情 三两句话就可说清楚 这世上还有特意将其复杂化的道理 星月道 有时候你说的太简单了 反而不可信 人心就是如此 明峰还是不信 两人又争辩了半天 星月道 要不这样 反正灌里十天八天 没有一个相克 咱们索性关了他 咱也俩下山去待几天 全当是一次入室修行 我带你领略一番人间气息 如何 明峰想了半天 有点犹豫 星月道 你肯定担心 我带你去那些不三不四的地方 黄闭你的眼睛 要不这样 咱俩下山找一个繁华的阵殿 各自摆下一个挂滩 你我各干各的互不打扰 一个月的时间 比比看是你受欢迎 还是我受欢迎 如何 明峰想了想 勉强点头答应了 星月笑道 世间百态 全靠自己一双眼睛去发现 让现实的世道 给你好好讲一刻吧 第二天 师徒二人所好了 灌门下山去了 山下不远 有一个大石镇 是四面八方往来的交通要道 各路客商云集于此 人口众多 各种买卖非常兴旺 师徒就奔这大石镇而来 路上两人已经商量好了 就在镇中央的大路边摆下挂滩 两个挂滩位置不要太远 也别太近 太近了互相干扰 太远了留下作弊的空间 既然定了规矩 其他的就非常简单了 俩人站在大街上 看着往来不息的人流 星月让明峰先挑位置 明峰随便一指 星月笑嘻嘻地在街上转了两圈 明峰不耐烦地一个劲催促 嫌他故弄玄虚 星月笑而不语 最终将他的位置选在了大酒楼的对面 两人正好一个街头一个街尾 抬眼互相能看见 却还有些距离 刚刚符合比赛要求 至于评判胜负的标准很简单 第一看谁赚的钱多 第二一个月后看谁的名气比较大 也不需要找裁判 反正就是爷俩自己的事 到时候公道自在人心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第二天一早明峰出摊去了 他就弄了一套桌子 然后写一个小排排立在桌上 勘语 算卦 看相 预测吉凶 等等 非常简易 另一边的星月 没有着急出摊 他将自己梳洗了一番 显得更有精神 更加先锋倒鼓 然后在街上慢悠悠地走着 哪有热闹去哪里 哪里人多去哪里 甚至还去大酒楼里 要了几碟小菜 看着街边的风景 慢慢喝酒 好不惬意的样子 晚上明峰有点生气地责问星月 道 咱们要比赛 你可别借着比赛的由头吃喝玩乐 咱们的荷包可经不起折腾 星月道 你倒是出摊了 可是开张了没有呢 明峰张张嘴 半天才挤出一句话 可是我没闲逛 终究让有些行人知道 我是干嘛的了 星月黑黑道 有一个人跟你搭话没有 明峰又是哑口无言 整整整一天 别说搭话 都没有人正眼瞧她一眼 星月当面戳穿她 她感觉很没面子 气哼哼地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 明峰继继续出摊 星月继续吃着喝着 明峰依然无人问津 星月在茶馆酒寺里交了一些朋友 每天围着她问着问哪 终于 星月出摊了 她一出摊 马上围满了人 甚至有一些看着就是有钱的老爷 争先恐后地问着问哪 星月则是一副泰然自若 举重若轻的表情 很少开口 开口也是惜字如今 晚上 明峰来问星月 她用了什么办法 招揽了那么多的人 星月笑嘻嘻地说 人哪 什么时候都是群居动物 结交懂吗 你要是不结交一些朋友 没有朋友来捧场 干等着得等到什么时候 明峰问道 那你赚到钱了 星月道 没有 今天批八字看向全部赠送 明峰撇嘴道 还不是白忙活 跟我有什么差别 星月道 师父啊师父 修道你已经快到头了 可是人事的事 你还真得多学学 明峰道 别用骗他们的伎俩 用到我的身上 那都是歪门邪道 星月笑道 你别急呀 我越不要钱 他们越要往我兜里塞钱 你信不信 明峰道 就是你爹来了 还得问问你的钱 想要花到什么地方去呢 说完愤愤地走了 如此又过了五六天 星月的摊子钱 总是人头攒动 星月欲擒故纵的方式 非常有效 果然引得无数人驻足观看 如此持续了好几天 每天星月的摊子钱 都是人满为患 可是 这一天晚上 星月突然没精打采地 来到明峰的屋内 明峰很奇怪 从开始至今 明峰还没开张 甚至还没有一个人 在摊子前 哪怕停留一会儿 本来他已经要任命了 谁知道 星月竟然也受了 无穷打击似的 星月却十分地想不通 他说他之前 已经铺垫得非常到位 跟不少镇上的达官显贵 取得了联系 而且已经去其中几个人的家里 吃过饭 并且就风水等问题 进行过深入的探讨 可是 只要到实质性阶段时 也就是马上要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时候了 这些有钱人 往往会突然停住 不是顾左右而言他 再或者干脆换了话题 几次都让星月闪了腰 比赛进展得非常不顺利 明峰倒挺高兴 认为星月之前的做法 很接近于骗子的行为 被他这正道所不齿 但是星月接下来的一番话 让明峰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据一位富商说 之所以大家对星月 没有兴趣的原因 完全是因为 本地有一个淳风道长 德高望重 与达官显贵们素有来往 别人不可能插入进来 明峰倒是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人外有人的事情并不奇怪 可是星月问道 师父 你知道黑骨丸吧 明峰倒抽一口冷气 挑了星月一眼 让他说下去 星月道 那富商偷偷地告诉我 这个淳风道长 正在联合当地妇人 寻找炼制黑骨丸的材料 据说只差最后一步 也是最难的一步了 明峰大惊失色道 什么 只差最后一块了吗 太阴毒了吧 这黑骨丸是最阴毒的丹药 扶之增进修为 延年益寿 它之所以叫做黑骨丸 是因为 必须用人身上的黑骨 进行剂炼 而人的身体 一共有206块骨头 需要每一块骨头 因病而黑 要将其凑齐 简直是天方夜谭 没想到 这个叫淳风的道人 竟然已经凑齐了 205块 只差最后一块头盖骨 明峰当然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他缓缓道 他一定是刻意培养了黑骨人 否则不可能凑齐的 星月道 刻意培养的 明峰道 对 人会因为生病 而让骨头变黑 比如腿部有疾病 火化后便会发现 有病的腿骨发黑色 那么 这就是祭练黑骨丸的材料了 可是怎么能够 又快又准确地将全部黑骨搜集齐呢 只有特意培养 就是在人活着的时候 便让其身体的某一部分生病 到时候再将人杀死 取出黑骨 星月听得直作牙花子 道 这个太狠了吧 师父 咱们管不管 明峰道 必须管 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星月略意私存 道 很简单 咱俩演一场戏 利用富商和淳峰的关系 将我引荐给他 就说 你是最后一块黑骨的拥有者 趁其不备时 咱俩将其生情活捉 明峰沉移了片刻 点点头道 尽快安排 第二天 星月便找机会跟富商见面 话里话 外套取了关于黑骨丸的信息 过了几天 淳峰才神神秘秘地表达 想认识淳峰的意愿 以及认识他的目的 富商当然高兴 因为淳峰跟他们都许诺过 在黑骨丸这件事上出过力的 但要炼成之时 定当后报 三天后 富商带来了口信 让星月明天晚上 带着明峰 前去本地最大的道观 安心观 淳峰将在那里的单房内 等待他们 星月如约前往 明峰换了衣服 装作不省人事的样子 他那瘦骨临巡的状态 还真像病入高荒似的 被星月家在夜下上了山 在道童的带领下 二人来到单房之内 一个大胖道人 正在催动三昧真火炼丹 丹炉内火光通红 映他的在脸上略显诡异 淳峰睁开眼睛 示意星月放下明峰 淳峰道 其余黑骨已在炉内 希望你没有骗我 我先祭练黑骨王后 你我再续话 说着 淳峰伸出两指指向明峰 明峰疏忽飞起 在空中转了两圈 淳峰向单炉一指 正常明峰应该飞进单炉中去 可他却直奔淳峰而来 淳峰不是吃素的 马上意识到不好 一闪身 只见一道白光飞出 与明峰身上的红光站在一处 恰恰他忽略了身后的星月 星月趁其不被悄悄绕过单炉 冷得放出飞箭 一道绿光正中淳峰的胸膛 淳峰向后飞去 明峰马上驱使红光追了上去 眼前突然白光一闪 淳峰竟然用出两败俱伤的招式 打中了明峰的身子 他自己则被接连两下重击 打入炼丹炉内 星月固步的师傅 马上催动飞箭 阻拦住淳峰 不让他逃出丹炉 二人你来我往 足足占了一顿饭的功夫 淳峰终于再无声息 星月累得满头大汗 直呼好险 这才去看明峰 明峰面如金纸 双目紧闭 星月呼喊半晌 他才缓醒过来 非常虚弱 星月松了一口气 突然丹炉内火光大盛 将整个屋子照得犹如白昼一般 星月二人一起回头看去 一颗黑色丹药 缓缓从炉内升起 明峰勉励道 黑 黑骨丸 成了 星月大吃一惊 原来淳峰不知自己的脑袋有病 冥冥中自有天定 完成了黑骨丸最后的祭练 明峰道 快快 说到这儿急得直咳嗽 星月放下明峰 慢慢走到丹炉前 用手托住黑骨丸 掌中的黑色丹丸 竟然绽放诡异的红光 将她的脸映成血红色 星月笑道 师傅 你是让我快点吃了它是吗 明峰急喘不上起来 道 不 不 毁掉 星月哈哈大笑道 我懂了 仰头将黑骨丸吞了下去 顿时浑身散出黑烟 双眼透出红光 搜得一下消失不见了 月色朦胧 寂静的村落 被一层薄薄的雾气笼罩 村东头的一户人家 灯火通明 但透出的是一股难以言说的诡异气氛 这户人家的女婿深夜醒来 想去茅房小姐 却不料在寂静的夜里 听到了一段毛骨悚然的对话 她心惊胆战 却不由自主地靠近 更在无意中发现了隐藏在平静生活下的惊天阴谋 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 有一个名为青石村的地方 这里山清水秀 民风淳朴 村民们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然而 在这宁静的村庄中 却隐藏着一段显为人知的往事 村中有一户姓李的人家 家主李老汉是个老实芭蕉的农夫 为人和善 颇受村民们的尊敬 他的女儿小莲更是村里的一朵花 不仅长得貌美如花 而且心地善良 勤劳能干 小莲成年后 嫁给了同村的青年阿福 阿福是个勤劳善良的小伙子 对小莲疼爱有加 两人婚后生活幸福美满 然而 这一切的美好 都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被打破了 那天夜里 阿福因为吃了些不干净的东西 肚子不舒服 便早早地躺下了 半夜时分 他被一阵尿急憋醒 便摸索着起床去茅房 他走出房门 却发现院子里 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氛围 他心中一惊 但想到可能是天气原因造成的 便没有多想 他快步走向茅房 却突然听到 从岳父李老汉的房间里 传来了嘀嘀的说话声 他心中好奇 便停下脚步 竖起耳朵 仔细聆听 只听得一个陌生的声音 在低声说道 李兄 那件事 我们得尽快动手了 不然等那小子回来 就麻烦了 阿福心中一惊 这个陌生的声音 他从未听过 而且听语气 似乎是在密谋 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 他心中好奇又害怕 但想到岳父平时对他那么好 应该不会害他 便强压下心中的不安 继续偷听 接着 他听到岳父李老汉的声音说道 我明白 那件事我已经安排好了 只等那小子 一回来就动手 阿福心中一紧 他们到底在密谋什么 为什么要等他回来 难道他们要害他 他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但想到自己毕竟是个外人 不好直接闯进去质问 于是他悄悄地退回房间 躺在床上假装睡觉 然而他的心中却如翻江倒海一般 难以平静 第二天一大早 阿福就起床干活了 他故意表现的若无其事的样子 但心中却一直在琢磨 昨晚听到的事情 他想问小莲 但又怕他担心 便决定自己暗中调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阿福暗中观察岳父和村里的一些人 试图找出一些线索 然而 他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之处 这让他更加疑惑了 难道自己听错了 还是岳父他们 只是在说些无关紧要的话 然而 就在阿福几乎要放弃的时候 他无意间在妻子的绣花鞋里 发现了一张纸条 他打开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一行字 小心岳父 他欲害你 阿福心中一惊 这张纸条是谁留下的 为什么要提醒自己 小心岳父 难道岳父真的在密谋害他 阿福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 他决定找小莲商量此事 然而 当他找到小莲时 却发现他神情紧张 似乎有什么心事 他心中一动 便问道 小莲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那张纸条 是你留给我的吗 小莲文言一惊 脸色顿时变得苍白 他犹豫了一下 才低声说道 阿福 我确实知道一些事情 但我不敢告诉你 怕你会有危险 阿福文言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猜测 他紧紧握住小莲的手 说道 小莲 我们是夫妻 你有什么事情都应该告诉我 我们一起面对 好吗 小莲看着阿福坚定的眼神 心中一暖 便低声说道 其实 我无意中听到爹和那个人 在密谋要害你 他们说 等你回来就动手 我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我担心你的安危 阿福文言心中一沉 他终于确认了自己的猜测 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 而是冷静地说道 小莲 你别担心 我会小心的 我们一起想办法对付他们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阿福和小莲暗中调查岳父的阴谋 并设法保护自己的安全 他们发现岳父和村里的一个神秘人物 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且那个人似乎对阿福的性命 有着极大的兴趣 阿福心中明白 自己必须尽快揭开这个阴谋的真相 才能保护自己和妻子的安全 然而 随着调查的深入 阿福却发现了一个更加惊人的秘密 原来岳父李老汉并不是真正的李老汉 而是一个被妖怪附身的妖怪 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在村里唯非作歹 甚至想要谋害自己的女婿阿福 这个发现让阿福和小莲都震惊不已 他们不敢相信 平日里和蔼可亲的岳父竟然是一个妖怪 但事实摆在眼前 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阿福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愤怒 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这个妖怪 但想到小莲的安危 他知道自己不能退缩 他决定暗中调查这个妖怪的来历和目的 找出制服他的方法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阿福和小莲四处奔波 寻找能够制服妖怪的方法 他们拜访了村里的老人 询问有关妖怪的事情 老人们告诉他们 这个妖怪是多年前从山里来的 一直附身在李老汉的身上 利用他的身份在村里作恶 但由于妖怪实力强大 村民们一直无法制服他 阿福和小莲听了老人们的话 心中更加坚定了要制服妖怪的决心 他们决定去山里寻找能够制服妖怪的法宝或高人 在山里经过一番艰苦的寻找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位隐居的高人 这位高人告诉他们 要制服妖怪 需要用到一种名为镇妖服的法器 但制作这种法器 需要一种特殊的材料 而这种材料 只有在深山中的一种稀有矿石中 才能找到 阿福和小莲听了高人的话 心中寄喜悠悠 喜的是 他们终于找到了制服妖怪的方法 悠的是 这种材料太难找了 但想到自己和小莲的安危 阿福决定 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这种材料 他们告别了高人 继续深入山中 寻找这种矿石 经过数日的艰辛寻找 他们终于在一个险峻的山谷中 找到了这种矿石 他们高兴地采集了足够的矿石 带回高人处制作镇妖服 高人用这些矿石 制作了一张威力强大的镇妖服 并交给了阿福 他告诉阿福 只要将这张符 贴在妖怪的身上 就能将妖怪制服 但高人也警告阿福 妖怪实力强大 要小心行事 阿福谢过高人 带着镇妖服回到了村里 他和小莲商量了一个计划 决定在妖怪最放松的时候动手 一天晚上 阿福故意装作生病的样子 让岳父李老汉前来探望 李老汉见阿福病重 心中不禁窃喜 认为自己的阴谋就要成功了 他假意关心阿福的病情 实则暗中观察阿福的反应 阿福见岳父重计 心中暗自冷笑 他装作虚弱无力的样子 让岳父靠近自己 就在岳父靠近的瞬间 阿福突然拿出了镇妖符 猛地贴在了岳父的身上 只见一道金光从符中射出 瞬间将岳父包裹在其中 岳父惨叫一声 身体开始发生剧烈的颤抖 不一会儿 金光消散 岳父的身体也恢复了原样 他惊恐地看着阿福和小莲 不敢相信自己 竟然被一个小辈制服了 阿福和小莲见状大喜 他们终于成功地将妖怪制服了 他们告诉岳父真相 并劝他以后不要再为非作歹了 岳父听后羞愧不已 他向阿福和小莲道歉 并保证以后一定改过自新 从那以后 岳父李老汉真的变了一个人似的 他不再为非作歹 而是开始帮助村民们做善事 村民们见他改过自新了 也都愿意接纳他 阿福和小莲也重新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然而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 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晚上 阿福和小莲在屋里休息时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他们打开门一看 只见一个衣衫褂褛的道士站在门外 道士告诉他们 他是从山里来的 得知这里有个妖怪被制服了 特地前来查看情况 阿福和小莲文言一愣 他们没想到 竟然还有道士知道这件事 但他们还是将道士请进了屋里 并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道士听了他们的讲述后 眉头紧锁 他告诉他们 这个妖怪虽然被制服了 但他的同伙可能还在附近潜伏着 如果他们不尽快找出 并消灭这些同伙的话 那么这个村子将会永无宁日 阿福和小莲文言大惊失色 他们没想到 事情会这么严重 他们连忙询问道士 该如何是好 道士告诉他们 他愿意帮助他们 找出并消灭这些同伙 但需要他们的协助 阿福和小莲毫不犹豫地 答应了道士的请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们和道士一起四处奔波 寻找并消灭妖怪的同伙 经过一番艰苦的战斗 他们终于将所有的妖怪同伙 都消灭了 村子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和和平 村民们见阿福和小莲 如此勇敢和善良 都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和感激之情 他们纷纷前来道谢和慰问 并称赞他们是村子的英雄 阿福和小莲听了这些赞美之词 心中既高兴又感慨万分 他们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 他们勇敢地面对了困难 并战胜了邪恶 从此以后 阿福和小莲在村子里 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 证明了勇气和善良的力量